男人可以说他穷 可以说他丑 但是就是不可以说他的床上功夫差 为了解决性功能的问题 丧心病狂的科学家 曾把各种动物身上的脏器 都往身上移植 全然不顾强烈的不适反应 而且坊间还传闻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变法领袖 兼保皇党人康有为 就是因为移植了大猩猩的稿丸 致死亡 大家好 我是热心读者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了 1927年 晚年的康有为妻妾成群 为了重振雄风 不负圣人为之名 多方打听之下 康有为得知一名德国医生 可以做移植手术 把黑猩猩的稿丸移植到人身上 或让人重获青春 康有为如获至宝 拜访这位德国医生 后者信誓态断地表示 以前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手术 病人都奇迹般的反老还童了 对西方世界有迷之信任的老康 也许是太渴望重振雄威了 稍一思索决定一事 术后初期 这位68岁的老人 的确感到精力旺盛 但随后堕入低谷 居然大不如前 并且身体出现严重不适 他再度去上海找那个德国医生 后者已经闻讯逃之夭夭了 康有为在悲愤中死去 虽然这种死因有待考证 但是我们可见 男人对性功能的执念 而那个帮康有为 换港丸的德国医生 叫冯斯泰勒 他是幻诞大师 沃罗诺夫的学生 沃罗诺夫于1866年7月10日 出生在俄罗斯 18岁到法国留学并工作 29岁成为法国公民 他师从法国外科医生 和人体器官移植之父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亚历克西斯卡雷尔 他一直都相信 动物的器官能给人类 带来强大的力量 1889年 沃罗诺夫找到了 志同道合的伙伴 实验生理学家塞加尔 塞加尔也对动物线体的 奇妙效果很感兴趣 同年 塞加尔医生 秉着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开始拿自己做实验 把臀鼠和狗狗丸打碎 并自行注入身体 不幸的是 塞加尔牌长生不老药 除了让它成为酵料外 并没有什么用 但塞加尔的身先士卒 至少给沃罗诺夫 排出了一个可能性 静脉注射不靠谱 器官移植 才是获得动物神力的王道 1896年 沃罗诺夫跑到埃及 并研究起了那里的太监 1910年 沃罗诺夫于1910年回到法国 他进入了法兰西学院 并和同事们进行了一些大胆的实验 他们在不同物种之间移植器官 并且因为成功的 让移植年轻搞完的老马 回春而扬名 对于人类来说 从年轻人那儿 获取器官并不现实 沃罗诺夫认为 和人类相似的高等猿猴 是最佳供体 移植后的人类 能像金刚一样强壮 1915年 史上第一次 沃罗诺夫把黑猩猩的甲状腺 移植进一位法国弱智体内 经过一年观察 患者恢复致力 此项手术宣布成功 这次所谓的成功 给他带来巨大的声望 沃罗诺夫的注意力 再次转向下半身 他坚信 把健康的性腺组织 移入老人体内 就能妙手回春 1920年7月 第一例搞完移植手术做成 沃罗诺夫切下一片猴子搞完 缝进了病人的相应位置 并宣布成功 他声称 重振雄风 只是这个手术的小功效 法老还童 延年易寿 甚至长生不老 才是这项手术的终极目的 1923年 沃罗诺夫靠着这个 成为法兰西学院 实验研究室的主任 法国甚至在非洲殖民地 成立一个猴子保护区 用来给做手术的有钱人开源 沃罗诺夫的声明越来越响 他在国际外科医生大会上 迎来满堂喝彩 他还向与会人员承诺 他的移植术很快 也能用在女性身上 并承诺能够让妈妈桑变成小萝莉 沃罗诺夫把猴子搞完 缝尽人体的热情雄心勃勃 并形成一种风潮 他每例手术收费一万法郎 相当于工薪阶层好几年工资 虽然价格高昂 在五年之内 至少有三百人接受他的手术 其中不乏接受猴子 卵巢移植的女性 为了降低从非洲运猴的成本 让更多的人做得起手术 1925年 沃罗诺夫在意大利 买下一座城堡 改建成了猴子养殖场 并设置了相关设施 以便就地手术 1927年 已经有上千人接受手术 同时 沃罗诺夫称称 一种更激进的移植手术 正在实验中 通过移植搞完 他创造出了一种体型和力量 都今非昔比的超级阳 如果用在人类身上 可以把任何人都改造成超人 他甚至暗示 如果保持现理健康 别说是回春 长生不老都不是梦 接着他见走偏锋 做了不少大胆实验 比如把人类卵巢 植入猴体 把人类精子 注入雌性动物 他甚至想要死球的搞完 看看能不能把野性 移植到别人体内 那些接受了 切片移植的人发现 除了会留下一些疤痕组织外 来自身体以外的组织 并不能被人体吸收 也就是说 移植绝大部分时 都以失败告终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都没有带来强壮 而又年轻的身体 反而是一身病痛 沃洛诺夫辩解 使线体失去活力 再次移植即可解决 但科学的发展 也让他站不住脚 当搞铜发现之后 人们发现 这才是性线带来的活力所在 移植搞完 根本治标不治本 沃洛诺夫理论彻底破产 但另一个人的实验 比沃洛诺夫更泯灭人性 这个人就是美国斯坦利博士 他曾于1913年至1951年 在盛坤廷州立监狱担任首席外科医生 但他在这期间 实行了上万次人体实验 尽管在大部分时候都会通知死囚犯家属 以购买的方式取得现体 但也包含了大量没有任何家人的死囚犯 他对600多名犯人实施了绝育手术 不过 这倒是有法律之使 因为1909年时 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几项驱动优生学的法律 允许对被认为不适合社会的囚犯 和精神病院的患者进行强制绝育 但他最喜欢做的还是性腺移植术 从19世纪开始 在欧洲就流传着性腺移植手术 只是从来没有一个医生 能做到斯坦利博士的便利 他这里有大量的死囚犯作为供体 斯坦利博士经常将死囚犯的性腺体 移植入另一名犯人的阴囊 以查看吸收情况 当然 他也坚信移植性腺体可以增强活力 逆转衰老 甚至可以治愈挫疮 哮喘和抑郁症等疾病 斯坦利博士自己也实行了手术 不过 却没采取激进的致幻性腺体术 而是疏经管切除术 跟结扎效果差不多 他认为这样能长寿 他最终活到了90岁 当然 结扎后不会有子嗣 那一只动物的脏器究竟有没有效果 结果怎样呢 斯坦利博士除了从被处决的罪犯身上 取得性腺体外 不够时 还用山羊 公猪 公羊 甚至鹿的性腺 并放入犯人的阴囊 当然 斯坦利也发现并不是总是有效 很多时候都有严重的并发症 后期 他采用将这些部位磨碎 注入犯人体内 但仍然没有更好的疗效 1940年代 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 肯尼斯将沃罗诺夫的治疗 视为不比女巫和魔术师的方法更好 其实根本就不要指望星星或者猴子的性腺体 能让人更强壮 并且从猴子或者星星的角度考虑 假如来自非洲的话 甚至还有艾斯病毒的风险 虽然这种手术相当荒谬 但人类对于永保青春的痴迷可见一斑 尽管上面这些匪夷所思的方法 曾经出现在现代医学历史中 但总的来说 也算是为医学事业做了有益的探索 只是 作为现代伦理学成熟之后 这是一种绝对令人无法接受的操作 但它们已经成为历史 也许成为我们探索未来 带来一些借鉴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热心读者 咱们下期再见